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呢 現在呢 您做好一個之後呢 我們先把幾個呢 比較基本的 跟您稍微提一下 剛剛有提到 怎麼把寫作品牌刪掉嘛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萬一你剛剛的命名 寫作品牌不是有一個名稱嗎 萬一那個名稱後悔了咧 或者你覺得說 欸 我剛剛命名的沒有很好 對不對 常常都這樣嘛 所以有人會改名的這樣子 但是 身份證 這樣的名字可以改幾次 傻概嘛 這裡沒有限制好嗎 所以你進來了 你一樣可以進來 進到這邊 右上角 你看 這裡有一個齒輪 現在大家應該看到齒輪 應該都很習慣了吧 表示有相關設定嘛 你進到這裡 有一個叫管理協作平台 點進來 你看一下囉 有沒有在這裡 第一個就是了 另外呢 相對的 它也會告訴你 你的這個協作平台 我們往下走齁 語言這些都沒有問題 來 呃 應該是 這裡 頁面附件 看一下 這裡都沒有特別顯示出來 有個地方 它會告訴你 你的那個協作平台的空間還有多大 因為我這個現在是用學校的 所以它不會告訴我空間多大 可是如果是你一般的 它會告訴你 你有100MB的空間 那剛剛有提到的 100MB聽到了 就想要離開了對不對 就想要回家了嘛 哈哈 但是呢 其實應該還好 因為你可以搭配什麼 我們的雲端硬碟 好 雲端硬碟的資料 請問 如果你是一般的部落格 可以加附件嗎 部落格的可不可以加附件 文章裡面可不可以加附件 大部分是不行的 那我們的Line啦 或者是那個 那個什麼 FV 可不可以用附件 FV 應該可以吧 但是 你有注意過Line跟FV的附件多大嗎 上限 沒有啊 搖頭是有兩種意思喔 一個這樣沒有上限喔 一個是不知道 哈哈哈 其實我們一般的那個 上限應該都是 跟我們一般郵件一樣 大概是20MB以內 改超20MB以內 所以你檔案太大的時候 其實就不太適合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搭配什麼 雲端硬碟是比較方便的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會超過嘛 會超過齁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齁 雲端硬碟再來做修正就可以了 好 這是第一個齁 就是你要怎麼改一下 你的那個協作平台的名稱 再來 要不要公開 要不要公開 預設的話呢 是公開的 好 預設的話是公開的 所以您可以看一下 我們在這裡 你看 共用跟權限 有沒有 打開 好 現在呢 你可以看到 如果您是學校網域代管的 它會多留學校網域的那個權限 也就是說呢 您預設 是只有 學校同一個網域裡面的使用者才看得到 如果是學校代管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一般帳號的 您沒有這個選項 就只有什麼 公開在網路上知道連結的跟關閉就這樣而已 請問 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上面這兩個 都是無需登錄啊 最主要差別是在收訊情找不找得到 所以如果你希望收訊情能夠找到的 請您用第一個 那如果你只是覺得說 我方便大家看而已 那您就用第二個方式 搜尋情不會把你的內容 納到它的搜尋結果裡面去 那當然如果您要再更謹慎一點 你可以只跟你所特定的使用者 比如說我現在還不成熟 我只是醞釀階段而已 那我可以就是跟幾位特定的人員一起使用 那麼協作平台 它其實還有個好處 我們剛剛沒有跟各位提到的 它除了可以多人一起編輯以外 它有所謂的歷史紀錄 歷史紀錄 也就是說 不管今天這個文件是誰編輯的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比如說像您看到這裡 對不對 這個 不過這裡 這個帳號是另外一個 好 我用這邊的 我用這個 好 我點進來 這個文件我可能有改過 那麼我就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我的所謂的編輯紀錄 有有有有 在上面 有沒有修訂紀錄 點進來 有沒有看到我什麼時候編過 所以現在 要怎麼樣 要回到過去好像比較簡單一點 對不對 以前我們不是有部電影叫什麼 回到未來嘛 但那第幾真的不是回到未來 是回到過去嘛 對吧 這是第三節的第幾 再回到未來 好 所以呢 你隨時可以從這邊 回到怎麼樣 有沒有一個還原 這樣是不是比較簡單 那有可能是你自己編的 也有可能是怎麼樣 也很編的 所以萬一改錯的 也沒有關係 反正你關掉電到的事情 一年前的 我還是回來嘛 這樣了解了齁 而且你可以先看 第一版 不是看了就要買單喔 好嗎 你可以叫老闆先拿出來 第一版完全空的 有沒有 然後你看 後來呢 加了一點東西 對不對 所以 如果你只是想看 沒有關係 甚至你還可以比較一些兩個版本到底差在哪裡 它會把你把不一樣的地方把它秀出來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是 你可以選第一個版本 第二個版本 這樣就可以比較一下 看看哪裡有不同 應該有一些不一樣吧 我看一下 哈哈哈哈 平常沒有特別比較一下 圖力刪除的 這是插入的 沒有 應該跟版本一啦 好 你看 圖不一樣的對不對 它會把你秀出來 有沒有 立刻出來 就是你有改過的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 對不對 不然你這樣誤會人家 人家說 那不是我改的 哈哈哈哈 對吧 有時候明明是你自己改的 怪別人 有時候會這樣子 然後不小心嘛 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 有沒有覺得說這樣就比較簡單一點了 這個是它的另外一個特點 所以你的共享的部分是像這樣子 你可以先看一下 那再來呢 我們看一下這裡 真正要做的時候 我們就會先把這個架構 等一下我們會先把這個架構做出來 那如果說你手邊現在暫時沒有資料的話 你可以先用我的 我們在這裡有 有沒有上面有個叫任務 我們資料都放在這裡 有沒有延期資料 打開 我有提供兩個啦 這個之前同學做的那個企劃書 企劃書 因為其實你要做網站 要不要先有股價 要嘛 一樣的概念啊 你也是要想看看 你要放什麼 對不對 選單要放什麼內容 那如果你暫時手邊沒有資料 你就從這裡 點一下 你可以來我們這邊把它下載下來 好 這裡 點進去 直接看沒有關係 那也可以怎麼樣 這裡有一個下載 你再把它打開一下 上面有沒有一個下載 這樣待會兒你要扣資料就比較方便 如果說你想要先直接拿來用一下的話 好 有 下載下來 有沒有 那另外一個也是一樣 先點進去 欸 各位 Word檔再雲端一點 可不可以直接預覽 可以啊 就跟這個一樣啊 因為這個是DOC 對不對 也是Word檔 那甚至你可以像這樣 不一定說一定要讓人家下載嘛 你可以先看 所以我發言亂頁上也有這個好處 一樣點進來按下載就好 這樣沒問題吧 來 還給你囉 所以剛剛那個地方還會不會找 從哪裡 從這邊齒齒輪裡面 找到管理協助平台 一個是在一般裡面的 你的名稱可以改 第二個就是我們講的共用 共用的部分 那如果你要找別人 你就從這邊邀請他 看他可不可以編輯還是擁柔柔者 全線不一樣 好 還給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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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謝謝 明明 我們